你敢相信吗?你看一下 这么多的葡萄 而我不是在外国 我是在马来西亚哦 哇 今天周末回家 他问爷爷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想要吃葡萄哦 刚好我的朋友的葡萄厌的葡萄 成熟了 所以我就带他来看看一下 老板你好你好 还有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葡萄 看来生日乖 来家葡萄啊 从来来葡萄 哇吃不完啊这个 为什么这马来西亚这边 能种这个葡萄呢 这样多葡萄 其实在马来西亚大环境是不适合的 我们农村人对种之很有兴趣 这次就来自兴趣了 这种就是来自乌克兰的 叫做 麦克兰 六口 啊 是爷爷吃到八十多岁了 还是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看到 没有这样拿 是剪刀来给爷爷采葡萄 给爷爷采葡萄 哇 啊 一张 哇 厉害啊 这个第一个收果的就是它 对对对 开张了 开张 开张了 等一下我们 底一下 我会品尝看 所以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 这个树是 几年了 一张 刚好今天是十五号啊 就七个月 我老实讲 在以色列差不多 你的树是三年树 在马来西亚七个月种出三年的葡萄 外国春夏秋冬是十二个月 马来西亚的春夏秋冬就只有六个月 所以他葡萄是靠 靠我们这样做假象给他 他有结果 有优势 没有 我们没有那些技术 对对对 听到吗 老板说没有技术 好吧 我们真的是缺乏技术 那么如果说 做农业的朋友 你们如果说想要发展的话 选择来马来西亚 好不好 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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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老板去洗葡萄 带你们看看一下 马来西亚的世纪长什么样的 你看 放眼望过去这些葡萄树 看到吗 刚刚萌芽 刚开花 这个就是春天的迹象了 好不好 所以春天长完了过后 你看到吗 刚才的那些树呢 就一直长一直长 长到这样茂盛了 这个就是夏天 看到吗 这个满地都是落叶 这个就是秋天 树叶也慢慢的在翻黄了 这时候你看那个树 也停止在发展 它是一个冬眠的状态了 再准备下一次的开花结果 好不好 我真的很敬佩老板的用心 跟坚持 在一个没有世纪的国家 竟然都能种出世纪水果 老板好像应该洗好了 走我们一起吃葡萄吧 尝试看 尝尝看 这干嘛论吧 刚才你采的 给一些点评 我预测这个还不太成熟 它会酸 很甜 很甜 尝尝这个美国品种 它的香味很香 OK啊 它有那种我们好像吃那个葡萄糖的 那个香味啊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 可以带着爷爷到处走走逛逛 你看 你喂爷爷味道像 那么希望说接下来的时间跟日子呢 可以多多带带爷爷跟奶奶呢 到处去吃吃喝喝玩玩哦 马来西亚 不累不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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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